武汉队国际大决篮球邀请赛5号进行预赛最后一天的赛程 男女子组的四强也顺利产生 男子A组纽西兰国家队上午演出逆转戏码 上半场落后11分情况下 第三节一口气把笔数超前 最终以74-67击败菲律宾光明大学 与三联胜政治大学七首晋级男子组四强 而女子A组日本名古物学院大学以66-38 听取马来西亚代表队 三联胜姿态拿下分组第一 其他三队马来西亚纽西兰与台湾佛光大学同为一胜两败 经过比较得失分差后 纽西兰取得四强另一个席次 佛光大学获得分组第三 将争夺女子组的第五名 另外两组情势较为明朗 四号比赛结束后 男子B组的德州中西州立大学 与日本名古物学院大学都拿下两胜 确定晋级四强 女子B组则由台湾两支禁旅 世兴大学与北市大取得女子组四强门票 六号将进行四强准决赛 以及五到八名的排位赛 七号最后一天 则是精彩的冠军战与季军战 欢迎球迷进场 帮选手加油打气 人间福报张哲颖高雄报导